港股昨日高开,一约而登25000关,最高建25071,升164点,不过因为关卡的阻力较大,加上亦日是端午假期,短线客有利即行收割,故持续力成而,恒子很快回远,25000关得而复失,古王腾讯的走势有如恒子,初段实现了闯五关的宏愿。 最高建55元,但亦到了恒人止步时间,结果被获利回套沽足全场,以全日低位490元8角收市,由升7元6角到最后反跌6元6角,来回14元2角,也算大生死了,港交所属同一命运,先是升上321元8角创新高,然后10级以下,最低317元,收317元8角。 跌2元2角,波动4元,来势空空的回套,除了假期因素外,也同聪明资金的主人孤星得多的项目,换马级纳未升旧的项目,再腾讯回套的资金,相当一部分转级阿里巴巴,京东,小米,网易等等,当中, 小米大涨9%,光芒4射,移网易,京东同升2%,表现逆熟不差,长江生命科技00775附属公司,研发黑色素楼疫苗获美国批准快速通道资格认定,成为股价大升的趋化剂。 一日之内,该股竞升13.6%,收1元,不过,对这消息,若你是长江生命科技的原始股东,可能仍然未能开坏, 因为该股22年22元上市,经过18年的艰苦经营,股价仍比招股价低50%,由此可见要成功是何其间困者也,三桶油昨日全部下跌,其中一个原因了,与中国宣布减少购买石油有关。 油价下错,中国未有大手吸纳,似乎说明对油价的前程依然未敢过分乐观,这同当前的经济环境不无关系。 油价是经济的情与表,顺烟,还有三个交易天,就与6月股市讲声再见了。 6月底亦有个传统的半年结,估计今年经济环境欠佳,不少公司的股价下滑,半年结照例打扮一下,也是心同此理的做法,事已放原价后,大市仍会在24700-25200之间上落。 继续买股不买市,继续换个别可也。